代號口罩面罩整理攤位照顧客人 淮南市場六號開始營業 恢復往日忙碌模樣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前進指揮所指揮官王碧盛 就連陳時中都來視察 重點擺在六大措施 包括進場要戴PCR硬性證明 工作人員佩戴口罩面罩 降減人流到原先50%等等 但爆發群聚後 突襲式的被告知要修飾三天 台商們通通氣炸 前天無言無故 他的禮拜五點鐘 先不七點鐘 七點半叫我們全部離開 菜都爛掉掉 你看 今天一打開冰箱 全部臭摸摸的 一箱箱小白菜上面 長滿了黑點還被重鑄 截子上也長斑變軟 菜通通爛掉不能賣 攤商們的損失無法估計 五千塊夠了嗎 五千塊這個菜一進來 都一兩萬塊 兩三萬塊 然後很多的菜都爛掉 又要整理爛菜 然後又要顧客人 真的今天亂都不行 攤商們滿腹抱怨 但綠營王定宇跟許淑華 爆料自治會長請託黃珊珊 不然應該要修飾七天 不會 不會 沒有什麼好委屈 好不好 大家都好朋友 當然聽我們會長 這樣就沒病 這樣憑二十多 一CC就好了 市場攤商痛罵 有人只會靠張嘴 就想謀取政治利益 我臨場走喔 對 臨場走那個人很現實 一步都沒有來 賣說疫情 當時人都沒有看到人了 懷南市場復工 聲斗小民趕著做生意 一場防疫戰 意外成為政治角力的鬧劇 記者綜合報的